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的橋的包補王 自從我上次介紹十大景點的早餐以及十六家連鎖餐廳的早餐 我們這次就不限地點以及方便程度來介紹十家有趣、美味或特色的早餐吧 我們首先第一家就來介紹大家都知道的大和壽司 楓州市場 大和壽司 即便已經一大比較不方便的楓州市場 大和壽司還是有極高的人氣 我覺得大和壽司的魅力所在就是新鮮已經平價 我相信一餐三四萬塊的高級壽司店絕對好吃 但每天只進到旁邊魚市場送來最新鮮的海鮮 然後現場有專業師傅一個一個幫你做出來的壽司 居然只要三到四千塊日幣左右 這是一搭青草魚市場旁邊的食堂才能體會到日式體驗 日式體驗 羽田機場 HITOSHINAYA 早上從羽田機場一出關 就可以吃到熱騰騰的日式早餐 絕對是東京旅行的最好開始 HITOSHINAYA為羽田機場國內線的第一航廈 所以從國際線出來的各位要搭個兩三分鐘的車 但我覺得為了讓一天有精神 花一點點時間去吃應該是值得的 這家店1400日幣的早餐就是經典的日式早餐 豆腐、鮭魚、小菜、白飯、味噌湯 雖然看似簡單 但野菜跟鮭魚都是產地直送的 而且擺盤跟店內裝潢都非常的棒 能夠輕輕鬆鬆地好好吃早餐 獲得充足的休息才有力氣玩東京 如果你是大食怪 或是覺得早餐就是要吃得非常飽的人 那就可以來試試看東銀座的American 在家店的店內看起來很隨性 早餐也很隨性 1200日幣的三明治加咖啡看起來實在不是很便宜 但你的三明治就是比便利商店大個三倍 咖啡也是Excel的大小 就只有老闆在訂價的時候應該真的蠻隨便的 鮑伯點了蛋沙拉三明治的蛋沙拉 很難估算是用幾顆蛋做出來的 豪邁也實在 又好吃 吃不完的話也可以外帶 另外這家店好像有一些人批評服務態度並不是很好 但鮑伯自己實際體驗覺得還不賴 就當作參考囉 早上到東銀車站可能是要去迪士尼或出遠門 所以吃得飽一點然後不馬虎才有精神好好玩 如果你早餐不建議吃得濃厚一點的話 六旅社的早餐就是最好的選擇 750日元的早餐沾麵的湯底 是用大量豚骨、雞肉等等的素材要煮而成的 用筷子夾起來特製超有口感的粗麵 沾一下濃厚的湯 大口大口的小壽麵跟湯在口中完美的交響樂 吃完麵之後還有剩一點湯的話 加上柚子魚湯的酥姆瓦麗稀釋之後 直接拿來喝 不浪費一點食物 絕對讓你飽一個上午 表餐到 Cris Cross 東京是一個寸堵寸金的地方 要找一個悠閒而且位置大的地方吃早餐 不是很容易 位於表餐到的Cris Cross 就有悠閒的開放空間可以用餐 鮑勃點了1630日幣的英式馬芬 加煙燻鮭魚 以及班尼迪克丹的早餐算是非常常見的一個菜單 坐在店裡悠閒的享受飲料以及吃個早餐 等到表餐到的精品店開門之後 就可以去直接逛街 整個中產階級感十足 早餐吃蕎麵麵我覺得是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清淡不油膩 食物纖維多而且熱量比較低 然後又對消化不錯 在他位於上野附近 根莖隱藏在小巷子裡面的鷹匠 早上7點半就開了 店裡的裝潢十分乾淨整潔 而且服務員的態度非常好 總是笑呵呵的 包不點的鴨肉蕎麥麵1500元之筆 雖然沒有到很便宜 而且分量不是很大 但細細咀嚼後充滿嚼勁的蕎麥麵 配上吸滿沾醬入味的鴨肉 慢慢的吃 體會這個深刻的風味 最後再加上一頂蕎麥湯當作結尾 雖然沒有車吧 但很滿足 糟糕了 然後再加上一頂蕎麥湯 就算了 然後再加上一頂蕎麥湯 一頂蕎麥湯 50支圓的蛤麥濃湯麵包 是一份非常有飽足感的正餐 一口濃湯一口麵包 讓整個身體都暖洋洋的 冬天來東京玩早上這時候吃最棒 前草 Skedoku Diner Skedoku Diner位於前草雨天串旁 地理位置極佳 也從早上營業到晚上 這家店的設計非常具有文青特色 感覺一個人來的話很容易跟旁邊的旅客聊天混熟 或是坐在沙發上可以悠閒地看書 或是規劃間旅遊的行程 包補點的音是早餐十分豐富 有蛋 肉排 培根 豆類 各種不同的蔬菜 還有麵包 營養十分均衡 然後食物也豪邁地放在鐵盤上 使之不容易涼掉 更津 更津 卡亞巴咖啡 卡亞巴咖啡的名氣相信很多外國人都已經知道了 超過一百年歷史的建築 以及八十幾年老字號咖啡店 絕對是來日本必防的咖啡店之一 包補點了一千日幣的雞蛋三明治 分量十足 煎著鬆軟的雞蛋加上烤的脆脆的吐司 中間抹一層淡淡的美乃滋 讓三明治吃起來有點甜味 另外生菜沙拉也十分新鮮 再配上一杯咖啡真的很幸福 另外鮑勃當天來吃早餐的時候 發現店員非常熱心的服務弱勢族群 這點我覺得真的要講出來表揚一下 我們最後來介紹一下 大家可能覺得不太適合當早餐 但其實很適合當早餐的咖哩 聽說早餐吃咖哩可以增加代謝 以及香料可以讓腦的血流量增加而活化腦力 先不管醫學證明如何 我也不是醫生 但早餐吃咖哩真的很爽 在他位於黛黛公園站的Spice Post 因應店名就知道香料十分的濃郁 的確也是 鮑勃點的雞肉加豬肉 以及乾咖哩三種粥 1500塊日幣 微辣帶有刺激感的咖哩 讓人邊吃邊流汗 但就是停不下手上的湯匙 香料真的很刺激食慾 不一定要喝咖啡提神 吃咖哩也可以 以上就是這次的東京早餐食選 再次建議大家看我們的另外兩支早餐影片 行程感的話就看16家連鎖餐廳 不想離開大紀念的話 就看東京十個位於大紀念的早餐店 如果可能花時間吃早餐的話就看這部影片 希望疫情結束之後 大家來東京旅遊的時候 能夠好好吃早餐 早餐真的很重要喔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